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政大分會的學生 然後我現在大二就是前面有提到過 然後Isaid就是他算是一個就是 學生由學生在經營的 然後我覺得非常就是 就是可以非常最近我覺得非常可以詮釋 Isaid這個組織的地方的一句話是 就是for youth by youth 就是他是一個由青年來提供機會 然後也是for青年這樣子的人 然後去找到一些屬於他們自己的集會的地方 對然後就是政大分會 然後我們這個logo呢 他就是看起來好像是無限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政治 然後就是連起來的話很像就是一個無限的感覺 就是透過學生的力量去達到一些事情 對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要介紹就是 我在去年12月的時候我們有辦過一場 就是第四屆的青年影響力論壇 那這個影響力論壇到今年六月的時候 會在台大舉辦第五屆 那在第四屆的時候我們是辦在政大 然後那時候就是下面有點模糊吧 那種模糊 就是總之他就是那時候是我們集結全台 就是一千三百位學生 然後有87所學校的同學一起來參加 然後他是給就是18到30歲的青年們 然後他就是邀請了那時候是20位的就是企業界的講者 然後包含反正就是一些很大的人 對然後他們就一起去就是講啊就是關於他們對年輕人的想法等等 然後就是第四屆的時候 然後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今天不知道要來講 就是我們論壇裡面到底邀請到哪些多大咖的就是講者企業界領袖等等 但是我想要說的是我們在籌備期的時候去年10月開始到12月 這兩個月之間然後我們15個人是要怎麼去就是非常 除了客業之外然後還要去就是搞這些有的沒的 然後我那時候擔任的是就是客服的地方 然後大家就會打電話來說 欸你們那個票到底要怎麼賣啊什麼什麼 然後到底是要怎麼訂怎麼買然後等等 就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就是記得刑前的時候我們就會寄通知信 然後因為是論壇嘛 然後我們想說大家要穿的正式一點 因為就是一些企業界的人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寄了一個就是有點試意圖之類的 然後就是有幾個人就穿那種smart schedule 然後接下來就有人寄信來問了 我們就說就是不要穿就是運動鞋之類的 就是就是穿一個比如皮鞋啊等等 然後就有人問說請問我可以穿Nike的Air Force嗎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這種問題為什麼要來問我 就是說我那時候在就是當就是客服的時候 我就是不斷在處理一些就是很細小的問題或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大的訓練我的抗壓性 就是我那個當下我要說喔您好然後喔對就是怎樣 然後還要非常有禮貌的去回應他 然後而且甚至還有很多是比如說企業界的人 就是因為是18到30歲所以他不只是大學生 然後我要怎麼去學習面對那些就是比我大的人等等 然後那時候對我來說那兩個月然後我們我記得就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除了碧驢之外就是熬夜看到天亮的日子就是發生在那兩個月之間 然後就是我們就非常讓官網上線啊裡面內容等等 全部都要自己用對然後這是那一天的前一天的場部 就是那兩個月的時候我們想說我們完全沒有任何實體的海報 然後去呈現我們的論壇因為一般學生通常都是貼海報 然後我們那時候完全沒有任何實體的宣傳 然後我們怎麼樣去集結到這1300個人 為什麼他們會相信我們然後為什麼會願意來就是參加這個論壇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非常一直到論壇開始前一天 我真的還就是覺得天啊我們到底怎麼集結到這些人 他們真的明天會來嗎 對然後那時候當我們在前一天常播的時候就是每一個 這一個一個都是資料袋然後就是我們做的就是他們的本子啊小冊子等等 全部都放在裡面裡面然後我們就這樣一個一個就是請志工一起來 然後一起排然後就排出這個畫面然後我那時候看到站在台上 這麼往前面看我就覺得就是好像就是我這兩個月來的成果要呈現的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就非常非常期待他們隔一天可以來在我面前就是看到這些人 他們就是願意相信我們然後來就是參與這個活動 對然後這是我們那時候的LOGO就是LOGO還蠻可愛的就是他就說希望就是一個人簽朋友一起來 然後第二就是他就很開心的來了然後覺得這個論壇很讚 就是反正就是一個形象化的LOGO 對然後就是接下來的話就是第五節那時候我記得我辦完之後我真的是累到炸掉 然後就是我辦的第一天因為我是客服然後第一天早上報到還是我的事情 然後第一天早上報到完之後我下午我就開始大發燒 然後我就一直燒就燒然後就燒了就是那時候燒了三天然後後來就好了之後我想說 就是到底這個論壇到底帶給我什麼可是那時候因為真的太忙太亂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理解出這個論壇到底帶給我什麼 我只是記得我接就是無限的電話然後一直在那邊回答那些細碎的問題 對然後我那時候就跟自己講說就是我死都不要再接下一次的籌備團隊 我就覺得就是累到炸掉不要再讓我煩這些事情 然後就是可是在今年二月那時候然後我們就是反正我就聽到一句話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就是當你忙到你不知道在做什麼的時候至少要知道你正在成長 對然後我那時候真的非常就是聽到這句話我就覺得就是超感動 我就覺得對第四屆那時候我真的就是忙到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可是到現在回頭去看的時候我覺得我成長 就是我要怎樣去在我的有限的時間裡面去做最有效的分配 因為我又自己很不自量又接了一對家教然後又不好意思停掉 然後所以那時候所以接下來第五屆的時候那時候他們就說要不要再來一起辦一場 然後這一次我們要辦兩千人然後要辦在台大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常開的時候他就是一片就是木板 然後什麼都沒有就連舞台什麼全部都要自己搭 然後椅子也要排什麼什麼的然後我想說天啊在這一片上面我要怎麼呈現上一次的那個情況 然後真的會有人來嗎就是又同樣的疑問 然後那時候開完會的第一天然後我原本想說應該還好吧上學都經歷過 然後就是第一天開完會的時候想說天啊我怎麼還會就是 那麼不自量地又接了這件事情 對然後可是我覺得就是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就是非常相信 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是不只訓練到不只提供大家一個機會 也非常訓練到我們自己籌備團隊我們15個人要怎麼去集結到這麼多人的力量 然後一起去看到這件事情的發生 然後我覺得這是讓我非常想要看到再一次看到那個剛剛那個最前面那個 就是這個畫面就是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這個畫面再次呈現在我眼前 對雖然我現在也是對有點亂 好然後就是這一次的話我們主視覺就是好就是第一次我們看到就是這一次視覺設計的那個小男生 他就跟我們講說就是呈現了這個圖然後我們想說這是什麼 然後他是一個廣告系的男生然後他就說你知道嗎最厲害的在哪裡 他說在這一條線他說這是一條非常就是比例非常難抓的一條線 然後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想說呃那好就是原來厲害在這裡 然後反正總是就是一開始他是一個非常就是非常廣告系非常藝術傾向的一個男生 對然後可是他到現在的時候我覺得他可以就是在短時間之內他非常就是提升他自己的能力 然後可以在比如說10分鐘以內然後就是決定我們今天PO文的那個貼圖 就是我們有一個就是粉絲專頁然後每天都貼圖然後都會配上一些就是符合主題的圖 對然後我覺得他就是能力在短時間內非常非常快速的精進 而不是就是注重這條線的那個廣告系的人對然後我覺得這是 嗯好然後這是我們的團隊就是這是我們第一天就是 Isaid很喜歡玩一個活動就是週末的時候然後大家一起去住民宿 然後就是開會的時間無限上崗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開會開開開開開開開到就是4點然後睡覺然後睡覺然後睡覺又起來又起開開開開開 對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一個住宿會議對然後這些是我們的團隊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喔這是那個畫那條線的男生然後就是他我們要怎麼集結這每一個人 然後就是透支到每一個人的所有力量然後去讓這場論壇成真然後我就是非常怎麼講就是我現在還在就是期待中 對然後這大概是我的介紹謝謝 等一下不好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就是Google一下就是Isaid青年一下理論好不好 讚嗎謝謝 請說對 等一下 等等 按一下 等一下 等等 感谢观看